我今晚來吃飯 對呀今晚來吃飯 上次信用室的號碼是多少韓 你有沒有想過當你使用智能電話 在朋友 frente 時有可能被設定 到時重要的秘密也不再是秘密 私家證探指 現時會有iPhone情色 只要偷偷直入目標的iPhone就可以勾線 張大偉說收到短訊即是表示目標的電話正和人通話 只要這個時候撥通目標的電話 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偷聽 張大偉指這些勾線程式大約在大半個月前面世 如果目標的電話已經越獄 就可以輕易將程式植入對方的電話入面 3分鐘就搞定 他警告機主離開電話3、5分鐘隨時中招都不知 醫學者指理論上任何一部手機 都可以接收到其他手機的通話內容 只要所用的頻道正確和能夠將大氣電波 傳輸的資訊正確解碼就可以做得到 但所需的資金和時間都要很多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